却朝鸠占成语故事 各种鸟类都有一种共同的本领 能够用口闲着泥汉草 用来在树上竹巢居住 只有鸠鸟是例外 鸠不会自己竹巢 只凭着体力比较强 用武力欺凌别种鸟类 霸占别种鸟类的巢来居住 这句成语在诗经里的原意 是用鸠来比喻当时的女子 只那时候的女子都没有才能谋生 但在结婚后 住到福家却有现成的享受 正如鸠不懂竹巢 而霸占喜鹊的巢来居住一样 不过 现代的女子和男子一样能干 所以现在用鸠巢纠占 来比喻女人嫁后 享受现成的安乐已经不是用了 成语解释 鸠 喜鹊 西域山野间 心宴洗钱 食腐肉 鸠 鸟鸣 四鸽子 头小为短 全聚是说 鸠比较笨拙 不会竹巢 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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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占 右座 鸠巨雀巢 雀巢占占 鸠沾了喜鹊做好的巢 比喻强占别人东西 现在比喻强占他人住处和位置 引用文献 是金少男雀巢 唯雀有巢 唯鸠居之 一铃玉之境 雀巢柳树 鸠夺其处 成语造句 一 他把我的办公室桌子 整理得一心 然后却朝旧站 让我无处可坐 二 我的停车位被那辆车 却朝旧站了 我只好找其他地方停车 我只好听过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